馬俊偉在文字之間 塑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 現實人生 一樣用觸覺、用文字 記下他眼中有故事的人 偉言感動,馬俊偉 回想在無線已經有18年 即是19年的日子 前幾年,我都是唱歌為主 接著拍《六鼎記》 《天歌利天五姓監製》的一套故障劇 我當皇帝 小春當衛寶 正式踏入我演戲的歷程 I thought it forever it would be I realize you lie to me I still hold on still dream of days when we were born You play with my heart You play with my mind But I miss you finally 我回想回這麼多年 我發覺有一個監製 我是跟他合作得最多最多 這個就是財叔,梁才縣 我跟他合作 應該是由很多年前的一套電視電影 叫做《親子帶綁架》開始 那時候還有電視電影的 但現在應該沒有了 他出來大概一半至兩小時 都是接近電影的模式 全部都是單機拍攝 類似電影的一套作品出來 通常那時候是逢星期六 或者是星期日 有段時段會播 其實我覺得挺好看的 那時候是第一套 跟財叔一路合作很多很多 《舞動傳承》 《金石良緣》 《老友狗狗》 《蒲松玲》 《隔離七日情》 《紫禁驚雷》 還有《會通天下》 我們每個人都叫他做財叔 或者叫他做Uncle Troy 我其實就經常叫他養父 因為在《無線》 每個人都覺得 他經常當我兒子 而我跟他的默契是很深的 他對我的信任 和他給我的自由度是很大 不是其他監製不行 其實很多監製跟我的感情都很好 例如小卿姐 天歌 或者徐玉安先生 或者很久沒有合作 Amy 黃心圍 其實我們的感情都很好 有時候當然是你會合作越多 你的緣分就越深 大家了解越深 我沒有辦法不承認 這麼多年來 和我的感情和認識最深的 一定是阿財叔 和你為何會合作起來 這個遊戲好多的地方 都是阿財國不承認 我把她放到一個日子 來又虛 只當慣常事 時間既非 1 算又數在 我未為意 朋友山东西各自去创 难了会走到哪房 想记起当初快乐至今 我未淡忘 谁可以灵风 长日子永留 谁跟我举杯在手 长夜里可有 同夫分感的好友 我很感激他一件事就是 他每次都会跟我说一句话 可以了 你在这里 我不烦了 因为他都知道我是一个 坦白说我是一个挺要求高的人 我参与一部剧集 我不会只当自己是演员 我会直接当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儿子 我自己有份参与的时候 我就会希望他好好 所以我在我自己的部分 我一定会做得很足 财叔他会很明白到我的性格 所以他给很大的自由度我 还有他给很多空间我 还有很大的信任 就是大家是会有商有量 所以每次拍财叔的作品 其实大家是真的几时一家人 而在财叔手下的作品 我和钟佳恩合作最多的 就是差不多很多套都有佳恩和有法拉 所以他们两个就会比较清楚 如果我和财叔之间的那份 我会形容负旨情 就是我自己会很珍惜 当我在演艺生涯里面 我遇到大家有共同理念 共同理想 大家又可以互相包容 互相支持的工作人员上 我会是非常之珍惜的 原来世界怎么变 有好的心不算 潮流混乱也不乱 大家始终不冤免 原来你我不相见 全内不透更暖 心中知真知识 面面千彩千心不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